星東激西,我們12月為觀眾服務 信眾要求請洪書儀上來 說說12月必要做的事情 就是慶祝之前減肥,慶祝後又要減肥 做足準備迎接聖誕節 今年那種報復式消費是很強烈的感覺 所以很容易就會吃多了 是的,而且不要說慶祝 把聖誕氣氛嘗試延長一點 因為今年大家的情緒都不太好 有一個節日就想慶祝一下 或者開心一下,盡量令自己情緒好一點 而且我也聽到不少人討論 什麼時候開始進入聖誕氣氛 或者在家裡開始做裝飾 以前未必那麼早開始 但現在的想法就是 反正都這麼多時間來家 不如快點掛起裝飾 令自己進入那個感覺 扮去旅行也好,扮放假也好 希望令自己心態上開心一點 其中一個最想令自己家裡 很有聖誕氣氛的 我相信都是特朗普的 他最後一次在白宮 即是大攪 是的,雖然他老婆之前被報道揭發 說他覺得佈置白宮很煩 然後說髒話 他也不想理會 不過也有人說 因為可能受到特朗普的氣氛 就發洩在裝飾品上 其實今年我也有和別人討論 聖誕樹在家裡應該什麼時候放出來 或者用一個怎樣的聖誕樹 會不會擺放一棵更大的聖誕樹 會不會考慮一下 撇除這個環保的想法 擺放一棵真的聖誕樹 因為平時有時會覺得聖誕節 可能去了旅行 擺放一棵聖誕樹好像浪費了 但是今年挺肯定都會在家裡 很多時間去欣賞聖誕樹 哪個環保一點都不知道 你買一棵掃膠的聖誕樹 其實你也是令到膠的消費會提升了 有些人說因為實質的聖誕樹 即是一棵樹斬出來放在家裡 反而會令你感受到你和自然的關係 但是有多自然的關係也好 你也是要想一下自己的身體 是怎樣才會關心地球的 所以觀眾就說 是不是可以有辦法 令到不要吃那麼多卡路里 在身體上真的會減肥呢 因為有些人就說 你不是減到卡路里 你還有很多東西 要喝水 又要吃高纖維的食物 各樣東西都有 也是有很多研究的 跟你之前說吃辣的研究 我想減肥研究是更多的 因為賺很多錢 這樣才去做研究 還有太多不同的說法和方式 其中一個就是 控制你進食的時間 究竟能否幫助減肥呢 即是幾點慶祝了 你這樣說 幾點做聖誕大餐 或者幾點之前 要不要再吃那麼多東西 有些人就說 五點之後不吃東西 有些人就可能說 過五點之後不吃東西 過九不吃我就聽過 五、六點我聽過 都覺得很厲害 那些人 可能要很早睡 最新一句研究 做了在一群人身上 想看看 究竟真的在控制 進食的時間 對於減肥有多大幫助呢 其實他就說 過往很多研究 都有做這一方面 但其實不是控制這群人 總共每天吃多少東西 即是有機會 你不讓他們這麼晚吃飯 但他們可能可以在限制前 狂食 可能不夠科學去對比這兩方面 今次他們就控制這群人 份量 對 其實他們整天吃的東西 都是一些健康餐 但唯一不同的是 他們吃東西的時間 其實這一群人 這真的是聖誕前才行 因為吃健康餐 這些是要現在做定才行 如果是聖誕後可以嗎 如果只吃火雞胸 即是你現在的聖誕餐 也要有健康版本 可以 但你現在控制的份量之餘 還要全部是健康餐 對 這就是美國的 Johns Hopkins大學做的一個研究 他其實找了41個 一班都是比較超重的人 九成都有前期糖尿或糖尿病 安排他們進行這個 12個星期吃健康餐的計劃 有一半人 21人 他們就要求他們 在一個特定的時間內 要吃完這個健康餐 而且八成的卡路里 就要在下午1點之前吃完 即是下半天 即是他們放好健康餐 然後放好鐘 總之八成的東西 就要在1點之前吃完 即是他們有餐單 然後他們盡量 總之1點之前吃了大部分的東西 另外一半的人 大約20個人 只要在12個小時內吃完 他們編排給他們的餐單就可以了 而且有一半的食物 即一半的卡路里 其實是5點之後吃的 即是比較晚一點進食 即是有些像晚餐的情況 即是經常怎樣分佈這些餐單 即是如果你這麼科學化 有些像當人是白老鼠那種做法 即是完全控制了環境 控制了第一點 不過你說John Hawkins 當然會做到這樣 我想他會盡量控制 因為12個星期都是靠別人自律 但至少他的設計上 尝試上這樣做 盡量接近一個實驗的環境 但現實的應用 就是你下午吃多一點 晚上吃少一點 還有你晚餐吃得很豐富 對 比較是否真的有這麼明顯的差異 究竟是你寧願再吃多一點 還是沒有大分別 或者差異有多大呢 本身聽上去 經常都說有這個時間限制 人們盡量不要太晚吃飯 以為是那群1點之前吃了飯 成餐的人是減肥效果好些 結果出來的確是兩群人都減了磅 血壓亦都好了 因為他們其實在研究一開始的時候 四個星期、八個星期、十二個星期 都有幫他們磅重 然後量度血壓 但是發現原來在什麼時間吃東西 無論是1點之前吃了八成的卡路里 還是5點之後 都還有一半的卡路里還沒吃 他們的減肥效果和血壓的變化 都沒有分別 是嗎 兩邊都好了 但效果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即是減到的情況 即是與你幾個小時的食肆 根據John Hopkins大學的特殊 但他前提是這群人的十二個星期 都是吃健康餐 所以其實你這樣說 這個研究其實反證了一件事 就是 各位 如果真的想減肥 重點都是 你要吃健康的食物 是的 而且你要有一個 我覺得要有一個很好的紀律 嗯 即是你有好的紀律 因為他現在是說 你連續這麼多個星期 都是下午之前 就要吸取了八成的卡路里 有一個人就是 總之你五點後 這個時間 就要吸取了這個部分的卡路里 是的 那你的身體 就有某種紀律 嗯 當你出現某種紀律的時候 你去調整你各樣的身體機能 就會有效一點 是 即是看到成績會更明顯一點 對 而且我想吃什麼都很重要 即是他本身已經編排了一個健康的餐 因為可能比起幾點吃 你選擇吃什麼 是 是 是不是更加重要呢 其實我記得之前 也有另一個研究做過 就說 其實你本身自己的生理時鐘是怎樣 都很影響你選擇吃什麼 就是他分了一些人是早上人 一些人是晚上人 就發現一些早上人 他們普遍在做一些食物的選擇上面 是會選擇一些健康一點 他經常的餐單是會平衡一點的選擇 反而一些夜晚客人 他們早上就會吃多些謝糖 晚上的時候 甚至會吃多些脂肪 飽和脂肪 總括來說 可能整個飲食上的健康就不太好 在周末的時候 還會吃東西的時候更加不定時 而且就會多些出去不同的聚會 這就是看看一個生理時鐘 以及怎樣選擇吃什麼關係的研究 是 紀律的問題 你想想其實周末的時候 就是因為平時吃多了 或者你約朋友 跟你平時吃飯時間不同 那就很容易肥了 事實上你假期就更加會是這樣 因為你無端端要約多了很多人 那你平時的紀律、規律就會沒有了 那你身體一沒了那個規律 他就會很容易肥了出來 其實也不只是吃東西是這樣 其實也有很多的研究是 你平時看東西都會這樣 即是你吸收很多那些 未精很重的節目 即是沒有什麼紀律 什麼都看 那你的腦就會越來越吸收 一些不健康的東西 那你就想事情都越來越慢 血壓也都越來越高 所以我也說了 去到旁晚時分 看新聞之前 一定要看一些和科學資訊 最新研究有關的節目 讓你的腦吸取了養分 你的腦會更健康 那你自然想事也會更聰明 吃東西也會更健康 好 我們這個節目就叫做 香港浸摩扮 是 但為甚麼呢 我好像看其他傳媒 都是看到香港的混亂 大家只會有興趣 混亂的部分 浸摩扮的部分 就好像每一晚 只有我們這段時間 會真的討論一下 我們嘗試去談 我們嘗試去談 看看有沒有出路 但不一定有 不是每一件事都會出路 不過起碼要上次去探討 不是的 你們應該集大成 寫一個浸摩扮 是 一二三四五列出來 我們要先成立一間浸摩扮 先叫浸摩扮 叫浸摩扮 不是浸摩扮 不是浸摩扮 找你做辦公室 沒有 不過問題就是 未必有答案 要朝著去浸摩扮的方向 是 才有機會一起走出那個困境 讓我問一條浸摩扮 因為最近有人問 特首是否走出的 就是 防止滾路條例 第三和第八條的適用範圍 擴大 去到行政長官 其實幾年前已經說了 最新的說法 特首說過程相當複雜 亦牽涉到憲制的問題 很明顯就是 這一屆不會做的 我想問過程複雜 我理解的 尤其是議會裏面 還坐齊七十個人 但憲政問題是甚麼問題 憲制的問題在哪裏 這方面我真的想理解 我只是為了猜測 因為基本法委員會 從來沒多論過這個問題 好的 我的猜測 在基本法裏面 已經說了 在甚麼情況之下 立法會可以彈劾行政長官 有一個就是 無關抗亡 無關抗亡 即是不同的條例 無關的 例如有一些重要的法律 譬如特首推出來 但立法會就不通過 特首在任內可以解完立法會 解完立法會 回來的時候 如果下一個立法會 如果是 都不通過 那就要不通過 要不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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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跟立法會的決定 其他的 例如獨職等等 可以 用基本法的方法來解決 這是我了解上 在憲政方面 是用基本法來解決 就不用一個本地條例來解決 但這個關不關乎特首有雙重身份 一個就是香港行政機關的首長 一個方面就是他向中央負責 在中央負責那一部分 如果他真是貪污俗識 其實都有 我想都有相關的法例 在內地來說 是可以去管轄到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因為現在內地多了一個監察委員會 是 但是他最初就是 以黨員方面的紀律 現在就不同了 現在所有官員也是的 在憲制上 應該怎樣解決 我覺得可以跟回基本法 出個彈劾的討論 如果動議在立法會過了 那就報中央 中央就要決定 留他 還是叫他離開 老實說 如果真的貪污的話 中央都應該會做叫他離開 是 這個就是 因為他委任 所以去到尾翔 我叫你離開 這個就是其中一個很清晰 為何香港有一國兩制的原因 就是這些問題要考慮 對嗎 如果是一國一制 這些問題哪需要考慮 沒錯 沒錯 又不用防止賄賂條例 基本法 中央監察的組織 怎樣去銜接 這個就是 告訴你 有一國兩制 其中一個最清晰的 如果不是他一聲搞定 他一聲沒有一國兩制 那就他一聲搞定 我覺得這個也是很多時候 傳媒有責任的原因 就是我們沒有真的 用一國兩制的框架去看一些問題 可能只是看香港 那你香港 那一向都是防止賄賂條例 但不是 中央是什麼 就是中央有一個角色 特首是向中央回報 根據基本法 其實他也是中央官員 也是特區的首長 也是行政機關的頭 其實有幾個角色 這些就是一國兩制 在基本法寫得很清晰的地方 而我覺得這個就是 但是接下來香港就這麼辦 不只是這個節目 是整個特區要想的問題 因為去年 你就可能覺得暴亂 會是很大的問題 止暴制亂 然後你沒有了一條條例 就換了一條 間接換了一條條例 今年就是疫情 但希望隨著疫苗 快點買到 麻煩特區政府 希望可以解決 但再來就是一國兩制 因為都回歸了23年 再來就是24年 接著去到迎接一半的位置 差不多一半 所以一國兩制是大問題 譬如疫情我們都說 很充分體現到一國兩制 如果我們啪一聲 內地的疫苗 就可以馬上來香港 不用審批的 只用了內地的審批 那就很快 不用擔心買不到疫苗 沒錯 但是我們衛生署有一個審批標準 無論哪裡來我們都要審批 特區有特區自己做審批 這就是兩制 也是一國兩制 那你就要檢驗久一點 如果一國一制 如果一國一制 大家放心有疫苗打的 有機會很快 是吧 一國兩制 然後大家又在 老實說嚴三嚴四 我也偷開來說 是吧 外國的疫苗 不會先在香港 一定 一定 外地的疫苗也好 外地的疫苗也好 又要根據特區的檢測標準 這些就是一國兩制 但是 似乎我們沒有了解到 一國兩制都要付出一些代價 我們很久 我們二十多年來 就是一國兩制好 一國兩制厲害 一國兩制厲害 一國兩制沒得撐 好處是這麼說 朱姐我和 是很多 我們有些成本要付出 我剛才去談就是 我當一制簡單說 一制講效率 一國講效率 兩制講自由 去到這些疫情的情況下 你情願要效率 還是情願要自由呢 如果你要自由 那情況必然反覆 如果你說不是 我要講效率 好啊 那就封城 搞定它 現在有些人就說 不是啊 為何你又不封城 那你是不是想講一國 你不是啊 你想講兩制 那兩制就是反覆的 必然接受的一個代價 你可能這樣說 你有沒有綠碼 人家有綠碼 人家有綠碼 就知道你到處跑去哪裡 就可以 控制到疫情 你沒有嘛 不只說沒有 變回兩個人 一張桌 二十個人的聚會 那些要結婚的 已經吵到樹葉都下來了 那這個就是兩制 這個就是這麼簡單 內地結也不讓結 你添加一些 疫情期間 那就付出代價 你說付出代價 是啊 我們是不是真的要 跟市民說 你要去享受兩制 其實你就有些代價 但要付出 我想兩個層面說 一個層面就是 一國兩制 就是Basic Law的層面 在中央來說 一國兩制是不會變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不會忽然間 變成深圳或者上海 香港的長處 它一定要保持的 所以你看到 十四、五規劃裡面 是除了原有的條件之外 還給香港做一個創科中心 還要說明現在雙循環 我們有很多實體的經濟活動 在內地是要發展了 情況之下 你從香港以前 就是找外地的資金 然後帶我們的公司出去 現在你要想 你是要將外面的高質素的服務 商品、產品、技術 怎樣輸入來中國 讓中國自己本身可以升級 它現在不單止要量 還要精 令到自己的消費市場更好 亦都令到自己的產品 是更加可以創新 而我們就事先 我們幫它試 對 試完之後 為這個筍 所以一國兩制是會繼續 大家不用擔心 亦都不會忽然間 我們變成沒有自由 即是沒有人權的地方 因為在普通法律 給我們的保障 全部存在 所以大家千萬不要擔心 沒有一國兩制 但是要付出的代價 就是我們大家要靜下來 知道什麼叫做一國 一國就不能損害國家利益 什麼叫做兩制呢 兩制就是他們行資本主義 我們行資本主義 那麼我們資本主義要做好些 令到香港穩定繁榮 那情況之下呢 我就覺得去到2047 我們都可以保持 仍然可以保持一國兩制 那當然可能 那時候深圳和長海的發展 令到我們覺得好像姊妹城那樣 這是另一回事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那件事 疫苗的一國兩制呢 是說得很對 我們衛生署 就是藥劑方面可不可以做 第二 我們是否用緊急法來轉換我們的法律 第三 如果真的做的時候 我們肯不肯犧牲我們的自由呢 你真的排著隊去打針呢 你家裏有個老人家 你肯不肯帶他去呢 或者要網上登記 老人家不懂登記 你幫不幫他忙呢 那這個呢 每人要走一條路 因為沒有一個英明神武的政府 可以說我敢做 但是人民不合作呢 這件事做得成 所以要做得成的話 就是香港每個人都要願意 不怕煩 是合作 那政府當然要解釋得很好 讓大家知道有什麼英秦 對 所以我想其實疫情也是一個好的時間 我是真的不明白的 經常留在家裡的了 都不想事情的 是不是 你多了時間在家裡 可以多點時間跟家人聊 多點時間去想一下 我們在這裏拋磚引玉 每晚用十分鐘至十二分鐘的時間 跟朱姐聊一下 希望每一次香港浸魔辦 都留到少少的想法給你們 叫做加菜 讓大家可以吃飯的時候 多點事情聊一下 想一下 對 那聊想之餘 大家都是和和氣氣聊 是 千萬不要一家人 拍攝完桌 是 接下來做冬 麻煩 不要吵架 也要維持社交距離 不要放大霧 希望大家身體健康 謝謝朱姐 謝謝兩位 謝謝